這個粉彩畫協會 經典是第二世界 歷史是非常久遠的 那我還回想到 之前我還在第一次外派在紐約的時候 粉彩畫家協會就是利用文教中心的場地 在這邊練習 那平常來參加的畫家 除了我們台灣社區的人士之外 有很多的美國的友人 也來一起來學習 大概有很多是很有名的 很著名的畫家 那整個的這個粉彩畫的 除了是一個藝術活動之外 我更認為它是一個文化的外交 那把我們台灣在這方面的畫家的這些畫作 跟我們的美國友人 甚至還有其他的各國的友人 一起來交流 那促進我們台灣在這邊的能見度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民外交 所以我們特別的慎重 也以一種感恩的心 來籌備這次的展覽 第一我們跟往來不太一樣的 我們從很多國外的畫家 尤其是台灣 有台灣粉彩協會 台北粉彩協會 高雄粉彩協會的會長 都到我們參加這一次的展覽 還有華國文彩畫協會的會長 就是華國朋友 他也差不多幾五年年都來 今年還帶著一些華國朋友 一起來 所以今年我們是比較慎重 希望能夠把這個展覽 20年的成果展現給各位 大家在20年前對粉彩並不是很認識 經過我們20年的努力 來推廣 從舉辦展覽 示範教學 還有帶領社區的愛好的朋友 一起去參加國外國際比賽 不調油不調水 攝放直接就做畫 馬上就看到效果 不像油畫 你要等油畫乾了 瀝乾了以後再上攝 現在就一氣喝成 半個小時一張畫 有時候再就示範就是這樣 所以粉彩是最古老的一種是 美彩已經有上萬年了 對 人類的祖先 最早的廢畫的材料就是粉彩 所以粉彩的推廣 現在在歐美都很流行 我甚至也推廣到中國大陸 他們也受到我們的影響 這十幾二十年 他們也認真的在研究粉彩 也辦了很多的展覽 我們已經進入20周年了 真的很感謝我們張教授 我們張教授在粉彩裡面 在國內外在台灣奉獻 也很多 就是他把粉彩協會引進在台灣 這次我們台灣台北的理事長也有到現場 因為我跟張教授一起在粉彩 專演了大概十年左右 感謝他在這麼專業的領域上 讓我們整個台灣的一些藝術家人在這裡花光 真的很多他培養很多 就是優秀的粉彩也培養很多 協會的就是領導人出來 在這裡我們再恭喜我們的會長 進入二十周年 今天二十周年 感謝我們那個張教授 能加入我們粉彩協會花樣 花樣廣大在全世界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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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